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月24日 我们首先为您关注到有关于时代报悉尼新区晨报 还有六十分钟三家媒体联合对中国影响力的报道 继王立强事件出来之后呢 这三家媒体今天又发布了另外一份重磅报道 文章介绍说澳大利亚当局正在调查有关一个中国间谍团伙 试图在联邦议会所在地为北京安插特工的说法 知情人士表示涉嫌的中国情报集团 愿意出资一百万美元 以支持自由党成员 还有三十二岁的墨尔本豪华车商人赵博来竞选东郊席位 这样一个阴谋似乎是将中国特工置于议会的行动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安全总监麦克伯吉斯 周日晚间发表了题为外国干涉的声明 他说澳大利亚情报委员会认真对待时代报 悉尼先驱晨报 还有六十分钟报纸周末有关于赵先生 以及年轻的中国叛逃者王立强的指控 有关王立强的报道 我们之前也为您介绍过 王立强声称他曾经在香港和台湾从事间谍活动 而伯吉斯在声明中表示 他致力于保护澳大利亚的民主与主权 声明介绍说澳大利亚人可以放心 澳洲情报组织以前已经知道今天报道的事项 并一直在积极调查 但是按照长期的惯例 我不会对这个特殊的特别的单一的操作事项发表评论 包括任何有关该事项的个人细节 敌对的外国情报活动继续对我们国家以及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 澳洲情报组织将继续面对和抵抗外国对澳大利亚的干涉和间谍活动 根据他的同事还有多个西方安全消息来源称 赵博先生大概一年前透露了涉嫌对澳洲情报机构所采取的方法 并且确定了他说与他联系的那个人是另外一名墨尔本商人Brian Chen 我们叫做陈先生 他的中文名字的发音呢是陈春生 而这一位陈先生否认认识赵先生或者是参与了中国的情报活动 然而消息人士表示澳大利亚当局已确定陈先生与赵先生保持联系 而赵先生的说法引发了对据称中国军事情报部门 试图在堪培拉放置间谍资产的调查 今年三月赵先生被发现死于墨尔本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里 为死因裁判官准备了减短摘要的当地警察 没有办法得出他的死因 而伯吉斯在声明中谈到了赵先生的死 他说鉴于此事尚需要进行全面调查 并且不影响我们正在进行的调查 因此不宜进一步发表评论 可疑的筹款活动将为赵先生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 这将是中国政府有史以来在西方国家进行外国干预的最明显显著例子 他可以为澳洲情报机构所称的史无潜力的威胁和规模 包括性质提供一些新知识 自由党的议员安德鲁哈蒂斯说 赵先生是由国家支持的 试图利用澳大利亚公民渗途到我们的议会中 将他们作为我们民主制度具有外国影响力的代理人 情报和安全委员会后来也得到了简报 与前总理保罗基廷最近表达的观点相反 前澳洲情报机构的老板邓肯刘易斯表示 澳大利亚的政治体系正在受到北京的攻击 刘易斯警告说 中国政府正试图通过其阴险的外国干预行动 来接管澳大利亚的政治体系 这些启示还引发了新的问题 也就是根据新旧安全法 当局数十年以来未能起诉在澳大利亚一名中国间谍 有六位高级政府消息人士说 在新的反干预法律出台后十二个月 由于资金严重不足和缺乏专业知识 联邦警察在执行这些法律时非常费力 而自由党的记录显示 从二零一五年直到他去世 赵先生一直是一位在积极目的自由党成员 这是五月的联邦选举中 让自由党国会议员廖禾获胜的地区 并且具有大量华裔 哈斯蒂表示他是一位花钱入选的成员 这意味着他很可能活跃于自己的分支机构 赵先生本人我认为是培养一个完美间谍的目标 在墨尔本他很高调 而且花钱如流水 很容易受到外国情报机构的培养 这一位民营企业家住在东南部的格伦爱里斯的高档郊区 与他的妻子和女儿们一道 至少从二零一六年开始赵先生面临财务问题 并且向新旁好友隐藏了他的财务秘密 法院记录显示 在二零一七年赵先生被指控以欺骗手段获得财务利益 因为他被指控欺诈性的获得了购买豪华车的贷款 而二零一八年管理人员开始因为布莱顿汽车制造商的倒闭而追捕他 到二零一九年初赵先生与妻子分道扬镳 欠了影子银行中国投资者一笔钱 他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年轻人 不是很一般的人 比尔麦克洛伊说 比尔麦克洛伊一直管理着赵先生的汽车经销权 直到二零一五年 另外一位商业伙伴一直为赵先生管理着两家经销权 直到二零一七年 并且称赵先生是一个年轻而有信心的人 他想快速赚钱 在二零一九年初赵先生告诉他的两名同事 他已经向澳洲情报机构透露了陈先生是如何提出以百万美元注资来成立新公司的 而作为回报赵先生说 陈先生提出希望他竞选西斯霍尔姆选民在澳大利亚议会中的一席之地 在今年三月赵先生被清洁工发现在韦弗利山郊的一家汽车旅馆里死亡 为死因裁判官准备的简短摘要中的当地警察没有办法得出死因 而现在这项任务将落到即将到来的维多利亚州验尸官约翰凯恩身上 赵先生的去世意味着他永远没有办法在任何公开场合重复他对情报机关的有关于对陈先生的指控 没有暗示说陈先生对赵先生的死因有任何了解或者参与 后转一直否认见过赵先生 他说我不认识赵先生 我真的不认识他 而赵先生的前任雇员李耶杰还有麦克洛伊说 他们听说赵先生可能自杀了 而维多利亚警方对此表示 在死因裁判官之前 我们没有办法就此发布新的评论 而根据澳洲情报机关的官员说 我们需要探索每一个角落 我们尽可能投进更多的光线进入这些阴影地带 确保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并且完全了解他为什么死了 时代报先驱报还有六十分钟 以从多个西方情报安全消息来源确认 陈先生是涉嫌的中国高级情报人员 陈先生已证实三月份澳大利亚官员在墨尔本机场向他提出过这样的质疑 但是他本人坚决否认 作为在墨尔本有利益的商人 陈先生生活复杂 他身穿中国军服曾经被拍下照片来 同时还参加了包括G20还有APEC在内的国际政治峰会 陈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说 他曾经身穿中国军服 因为有些朋友是参军的军人 所以我借用了他们的军服来拍照炫耀 没有其他的意思 而陈先生似乎也承认他曾经冒充记者 香港的媒体公司中国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将陈先生列为新闻工作者第十四号 该媒体公司总部位于香港 陈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说 他已经获得了一家媒体的记者资格认证 使得他能够参加国际政治峰会 他说他已经跟一位朋友去了峰会 他说我只是跟随他到处徘徊 被介绍给一些朋友做一些项目 而陈先生在澳大利亚保持了广泛的联络网络 现在他已经通过自己的联系人 捐赠给了两个主要政党 并且与亚洲和欧洲的在职以及前高级政治人物打交道 他所供职的单位 Prospect Time促进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 这以及他与中国军事情报部门的可疑联系 使得他有可能利用一带一路作为情报行动的掩护 而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了包括维多利亚州的总丹尼尔安德鲁斯在内的一些政治领导人的支持 但是也遭到了其他人的批评 批评者认为这是中国战略利益的前沿 而香港和中国公司的记录显示 陈先生经营着几家涉及军事公共安全和能源领域的公司 其商业伙伴包括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公司 陈先生的香港公司之一是一家北京安全公司的合资伙伴 该公司与中国国有防卫公司北方工业集团的子公司销售装甲汽车还有公共汽车相关 而陈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说 这对他的澳大利亚审讯员似乎很有兴趣 但是这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而陈先生公司的网站 prospect tim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表示 该公司承担了中国技术先驱通向世界之窗的角色 并且在大中华地区东南亚澳大利亚欧洲和美洲都有业务 二零一七年五月陈先生会见了泰国的前总理英拉 还有宋采瓦塞瓦特以及其他政治还有商业官员 以讨论合作项目 随后呢他前往马尔代夫会见了副总统阿布杜拉吉哈德 并讨论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仗义 而二零一七年七月陈先生率领专业精英团队访问了太平洋岛国帕劳 进行了一点五亿美元的五星级酒店开发项目 在二零一八年五月 陈先生又在菲律宾大肆宣传基础设施项目 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九年 陈先生在澳大利亚Prospect Tim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的联系董事 是一个叫做王振海的商人 他呢隶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机构 也就是统一战线部门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王振海卷入事件 王振海说他是陈先生的长期朋友 但是否认陈先生是中国特工 王振海声称他是陈先生公司的联系董事 因为公司法要求公司必须拥有一位澳大利亚公民 作为董事才能注册 王先生说他从没有听过尼克赵 也就是我们介绍的赵先生这一位人 二零一八年王先生被拍到向维多利亚州总理安德鲁斯的高级顾问 马蒂梅来介绍中国商人高尔夫协会的会员资格 而在同一活动中 王先生被其曾经的商业合作伙伴 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墨尔本商人 还有政治捐助者汤米江任命为澳大利亚国际高尔夫协会主席 下面我们再为您介绍有关于美国政府开展舆论宣传的最新计划 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 美国政府正在计划一项重大的新的普通话节目 以期在中国崛起并且侵蚀美国软实力的时候 增强美国的全球声誉 根据内部备忘录招聘广告 还有与华盛顿信息部门关系密切的人们的访谈 美国之音还有自由亚洲电台 正在建立一个名为全球普通话的新网络 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 其年度预算应该在五百万美元至一千万美元之间 有可能在第二年增加 在此之前 最近有关于美国政府信息工作进行了重组和品牌重塑 2017年美国之音自由亚洲还有其他网络 被纳入了新成立的全球媒体美国机构 这呢是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 其任务是为全球人民提供信息参与和联系 以支持自由与民主 根据美国之音在九月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说 这两个由美国资助的服务将逐步建立新的数字品牌 以代替中国的官方媒体 以为后者促进中国的叙事 价值观和错误信息 而新计划的工作清单将其描述为一个通过社交媒体 互联网广播平台和视频频道 全天候进行运营的网络 该项目的将结合美国政府资助的各种媒体的资源 以符合该机构的新重点 以开发适合平台的普通话内容 导演的收入将高达十六万美元 其中有一部分将用于制定向中国观众传播的节目策略 而自由亚洲的工作清单补充说 重点将放在从不同的角度呈现独立信息上 而当接受访谈时 VOA还有自由亚洲的高管将问题转交给了美国全球媒体机构 但是该机构没有回应 目前尚不清楚全球普通话与现有的普通话节目有何不同 如何渗透中国防火墙 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如何合作 将雇用多少新员工 以及它将如何具体促进自由与民主 而在美国推出全球普通话项目之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府也加强了对国内信息的控制 并且将目光转向海外 自从二零零九年以来 北京已经花费了至少六十六亿美元 以英语和其他各种其他语言来提升其世界观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而习近平在二零一六年对官方媒体说 无论读者在哪里 无论观众在哪里 宣传报道都必须进行 近年来中国将其外语广播节目更名为中国全球电视网 并将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国家广播电台合并成为中国之声 现在至少在一百四十个国家和地区以六十五种语言播放 以及在中国被禁止的推特 Facebook还有YouTube等平台上 也有更多中国官方声音出现 下面再来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 我们知道中美商方胶着点之一 就是有关于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而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表示将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加重处罚 以期解决与美国贸易谈判的症结之一 根据中国政府周日发布的指南 中国将考虑降低对于盗用知识产权者的刑事处罚的门槛 也就是说更容易让他们获行 但是没有详细说明这种举动可能会带来什么 美国一直希望中国致力于打击知识产权盗窃 并且停止强迫美国公司移交其商业秘密 作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条件 而中国表示其目标是到二零二二年减少频繁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并计划使得受害者更容易获得赔偿 两国现在正在努力达成部分贸易协定 并将更具争议性的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而中国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上周谈到了其改革国有企业 开放金融部门和实施知识产权的计划 这能是美国对中国经济体系变革提出要求的核心问题 而这一份指导方针说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最重要内容 也是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最大动力 他说将要求地方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下面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房地产相关的消息 中国年内已经有近四百五十家房地产企业宣布破产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中国人民法用公告网显示 截止十一月二十日 房地产开发商的破产数量已经高达四百四十六家 也就是平均每天就有一点五家房地产企业倒地破产 创下了历史记录 根据中国基金报的报道 从海外市场高息举债到频频出售地皮 以及项目股权回笼基金 再到降价销售 股动员工买房 一系列背后都透露着房企身处的困境 也就是缺钱 更糟糕的是 在政策持续收紧的背景下 房企融资现在面临多重阻碍 经济学家马光远曾经断言 未来中国将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开发商活下来 有百分之八十的开发商都会死掉 这或许意味着这一张房企破产名单还将继续增加 在四百四十六家房地产破产名单中 大多数是三四线的城市的中小房企 但是也不乏一些知名度比较高 甚至基深百强的知名房企 在过去房地产业一直被视为最赚钱的行业 因为房地产致富的老板不胜枚举 而如今一年可能将近五百家房地产企业走向破产结局 实在是非常罕见 近期有一封来自广东证监局的惩罚罚单 可能透露了当下房地产企业深陷的普遍困境 十一月十四日 广东证监局对外公布了对一和地产信批与违约等违规行为的情况 以及对公司董事长予以警示的行政监管措施 根据广东证监局调查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 一和地产一共有九笔超过一千万的未披露到期债务违约 合计金额超过了五十亿元 而债务违约的导火索很快引爆了一和地产这一家老牌房企的资金问题 而这只是行业普遍面临的资金危机的冰山一角 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小房企集体破产 过去经营良好的大中房企也开始频频爆雷 除了上述知名房企之外 今年五周国际星光集团等先后爆出了资金链危机 在印尼人士看来这背后的信号十分明显 那就是房地产高周转高杠杆高负债的商业模式已经走向终结 而房地产的高光时刻将不再出现 下面再为您关注到黄奇帆对比特币的最新表态 他说比特币是炒作商品 不可能成为法定数字货币 根据比特币交易平台的报价显示 比特币再度跌破七千美元一枚 刷新了两日低位 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也就是中国的央行上海总部表示 近期在区块链技术推广宣传过程中 虚拟货币炒作有抬头迹象 下一步将对辖内的虚拟货币业务进行持续监测 一经发现立即处事 打早打小防患于未然 这一消息发出之后 比特币跌破了七千美元 创下了六个月来的新低 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岐帆表示 中国央行可能推出的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 跟区块链概念中的比特币有着本质的区别 他说比特币只是市场炒作的一种现象 不可能成为具有法定意义的数字货币 他说中国央行对数字货币的研究已经有五六年了 而且研究的比较深入比较到位 我认为他们的进展和取得的成就是很好的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在今后推出数字货币 而黄岐帆表示 中国央行日后或将推出的数字货币 是一种法定的数字货币 跟比特币是完全不同的两码式 跟现在市场上区间的区块链比特币 只是一种炒作的货币 不具有真正的信用基础 所以不能把它当作货币 只能当作一个炒作的商品 黄岐帆还强调比特币不具有稳定性 货币必须稳定 当然也会波动 但是绝对不能是大起大落 一会儿涨百分之五十 一会儿跌百分之五十 黄岐帆说 现实当中比特币的发明人中本聪本人到底是谁都搞不清楚 所以比特币根本不能成为真正的数字货币 更不可能成为具有法定意义的数字货币 这一会儿涨百分之五十